欢迎来下水道,我是希二 小丑,又有近千年的历史 总是以搞笑、滑稽且荒唐的形象 出现在各种文明中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 如今,小丑却成为了恐怖的象征 甚至在2016年至2017年间 在西方国家出现了恐怖小丑的风潮 这些打扮诡异的小丑 会在深夜的时候出现在渺无人缘的公路上 或是树林间以及巷弄内 渐渐的,这些小丑恶作剧 慢慢演变成犯罪事件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 六个诡异小丑的恐怖录像 2016年10月 在美国马州 一个叫阿加万的城市 一名叫Michael的男子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经过住家附近已经打烊了商场 却看见一个拿着气球的小丑 站在商场的墙边 另一只手还拿着Freehawks的牌子 Michael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 这名小丑却一步步的逼近 Michael马上在蒙踩油门 加速逃离 而这名小丑 也试图想要追上去 最后 Michael平安地逃离了现场 没有人知道 这名小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2018年 住在美国德州的那里 发现朱家前的庭院 有一道诡异的红光 他马上拿起手机拍下这个画面 当他打开庭院的灯时 躲在红色气球后的小丑 原形毕露 那里不断警告对方 而那名小丑 也只是微微的晃动 小人就这样凝视了一段时间 最后 那里回到屋内 等待警方的到来 而那诡异的小丑 依然站在门外 依然而令人感到不安 2016年 一群年轻人在休斯顿的郊区外 开着夜车 却发现不远的前方 站着一个恐怖的小丑 也许是人多胆大 驾驶开了车门 一棍打在小丑的身上 随后便驾车死离现场 一群人对于刚刚所经历的事情 感到又惊吓又兴奋 甚至还有人提议掉头回去 但 这也许不是个好的建议 当他们一回到现场 小丑马上朝着他们的方向 转而过来 并爬到车上 试图打开车门 在一阵混乱当中 车门被打开了 小丑冲进车内 众人下得不停的退缩 却在这时 原来这名小丑 是他们的友人假扮的 这只是一场恶作剧 但相信当下的所有人 都对小丑产生了极大的阴影 2017年 一名热爱探险的YouTuber Oh my gosh 与一行友人 前往圣地雅阁 一个闹鬼的废弃隧道内探险 隧道内一片漆黑 深不见底 当大家走了一段时间后 前方突然传来一个诡异的声音 在让大家前往隧道深处 想要查明声音的源头时 一颗恐怖的小丑 从黑暗中冲到镜头前 所有人大声地赫止了小丑 最后小丑停在众人面前 摆出了诡异的姿态 下一秒 大家立刻逃到出口处 然而 那个诡异的小丑 就这样消失在黑暗之中 而所有人 仍处在惊魂未典的状态下 2019年 一则新闻报导 在美国加州 发生了一起 警方和小丑的追逐站 一名带着绿色假发的小丑 坐在一辆黑色轿车的车上 随后 他将半个绳子露出天窗外 马上引起了巡警的注意 但他似乎没有要停下来 警车也就这样 与这名小丑展开了追逐站 小丑甚至还对警方 比出了挑衅的动作 最后 车子停靠在巷弄内 小丑下车 走向人群之中 后来 这名小丑逃到了威尼斯海滩 甚至还和游客们一起追杀 游客还热情地和他击掌 最后 在终目睽睽之下 这名小丑站下来面具 当场被警方逮捕 一名叫Sasha的YouTuber 独自艺人在韩国旅游时 拍摄Vlog 就在他走在热闹的大街上时 一名小丑 开始出现在他的身后 一开始 Sasha不以为意 以为只是韩国的街头艺人 但小丑开始越靠越近 甚至直接出现在Sasha的身边 他看着狠狠 他看着我吗 随后 Sasha来到了一间购物中心 而这名带着皱巴巴面具的小丑 总是有意无意地 出现在Sasha身后 Sasha开始感到害怕 并用相机拍下了这个小丑 而这名小丑 正在不远的地方 注视着他 因为这些奇怪的男人 他在... 他在这里 而且并不是玩笑的 看 Sasha 试图逃跑 想要摆脱这个小丑的跟踪 而小丑也向前追了过去 最后 Sasha 跑出了商场 躲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才甩掉这个小丑的纠缠 曾有一段时间 这些恐怖小丑募集事件 在西方国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这股恶作剧的风潮逐渐扭曲 从美国境内开始 慢慢传到了英国及澳洲 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 因此 近几年的万圣节 小丑的装扮 也成为了某种不成为的禁忌 因为在他可怕的小丑面具底下 永远不知道 藏着的是什么样的人心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不要按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 我是希尔 我们下次见